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定显示器支架品牌乐哥 指定板卡品牌七彩虹 剧名赞助播出 大家好 今天由英众和来玩 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复盘 是2015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四分之一决赛 KT对整酷 B5第四局的比赛 首先 让我们来进入双方的PP 本局 酷为蓝色方 激联班调沙漠皇帝及露鲁 两名中单英雄 对KT中单进行针对 最后一手也是沉稳扳掉金属大师 而KT则出现在紫色方 先后扳掉了塔姆和邪恶小法师 两名酷正手热的擅长英雄 最后一个班位 也是毫无疑问的给到了船长 选人方面 酷最终确定的阵容为 打野蜘蛛 上单无双剑机 辅助牛头 ADC女警 以及中单机械先驱 维克托 而KT则拿出了 上单诺手 辅助肾 打野九筒 ADC金克斯 和本次S5第一次露面的 中单蛇女 真如分析 酷方面 已经在今天的比赛中 连续四次祭出上单剑机了 结合前几场的发挥 毫无疑问 酷的剑机具备着担任队伍核心 带领队伍走向胜利的能力 但本局中 女警及维克托的存在 也让酷的输出核心更加多元 如能顶固游戏前中期的疲软期 相信这个阵容 后期空间更加巨大 而至于KT 在上单选择诺手 继续在线上 对对手进行压制的情况下 同样选择了 后期输出能力强劲的金克斯 以及中单蛇女 值得一提的是 慎作为辅助出现时 对几方的上单帮助巨大 目前S5总决赛 也是百分百胜率 KT能否维持住这一数据 也是这场比赛的重要看点 比赛开始 双方正常对线开局 而KT方面 则对几方上单寄予厚望 游戏时间仅仅三分十一秒 刚刚打完红buff 只有两击的九筒 便出现在上路 打出了剑击的闪现 KT以上路为核心的战术思路 可见一斑 在上路打开局面后的KT 继续着眼于下路对线 游戏时间七分钟时 刚刚倒流的蛇女 便传送一波下路 配合队友 越打击杀了女警 但自身撤退不够其实 被紧随而至的维克托 留住并击杀 双方达成一换一 游戏进行到8分36秒 在这个打野 照顾友加的上单核心版本中 双方在上路爆发了一次 2v2的激烈战斗 但是 剑击蓝量打空 蜘蛛等级落后 面对能打能扛的懦手加九筒 只能无奈交出两个人头 剑击对线更加困难的同时 也要更加小心了 游戏时间15分钟 已经不能正常对线的剑击 只能来到下路 配合女警拆塔 但也许是经过连续的高强度对抗 注意力下滑等原因 九筒直接炸毁女警 身接上嘲讽 女警直接被秒 维克托和蛇女 均支援过来